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店财成里最近在里长黄金线的争取之下 胜利在安康高中旁设置了里内第二个U-bike站点 可以提供50台的脚踏车租借 而这一块在这个礼拜就可以开放使用了 再加上安明街之前的38台车 使得财成里成了新店地区拥有最多U-bike的里 连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盼到了大晴天 工人忙着低头将U-bike站入街上 希望能够让站点快快的启用 这一整排位于新店安康高中门口旁的U-bike 一共有25只车柱可以停放50台车 财成里里长黄金线表示 因为地方需求迫切 所以向议员陈永福留这张反应 并且协调学校及台电等相关单位 使得这个站点能够顺利的设置 里长黄金线指出 虽然在安明街活动中心前 也有设置U-bike站点 提供38台车辆可供租借 但因为附近学校多 再加上民众的借车需求量大 经常是一车难求 每天上下班都被学生抢光光 因为我们这里有吉恩中学 安康高中以及安康国中 所以造成很多的老百姓 上下课上下班的时候 要运动或假日要运动都没有车辆 目前财成里两个U-bike站点 加起来车辆总共就有88台车 未来还将在安明街156项再设置一个站点 使得财成里的U-bike单车数量成为全新店之冠 全新店69个里德里 最多U-bike的 将来我们在安明街156项也要装设50台的U-bike 里长黄金线表示 环保意识抬头多骑单车除了可以响应绿色交通 也能多运动一举数得 同时也再次感谢地方明代的协助 以及相关单位的配合 让财成里里民都能够享有U-bike所带来的便利性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为了提升抢工环境的一文气息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 从1月3号起到3月28号止 展出艺术家秦兴忠和大风社福馆彩绘班的学习成果展 欢迎民众一起来感受粉彩画的美丽世界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 从1月3号起到3月28号止 展出彩宇线画室 秦兴忠老师即先进去大风社福馆彩绘班的学习成果展 这次展览是以秦兴忠老师这幅 断开锁链飞向未来为主题 成绩老婴在40岁时换掉老化的爪子 常会与全身羽毛重获新生的意象 结许学生学画时必须抛开过去的羁绊 画出自己的风格 他们觉得是我们来绘画班 好像老师应该提供一些样本让他们来凝膜 可是我跟他们讲 你们应该要学习创作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就教导学生 有很多有关于创作方面的训练 比如说构图的训练 色彩的训练 都给他们一个很基础的 很正规的一个方式来学习这个课程 开展活动上 新北市议员金忠玉也特地来到地震观星 并且在秦兴忠老师的解说下 参观了所有画作 他表示学员都相当努力呈现最棒的艺术 欢迎大家有空时到地震来欣赏 秦老师在社福馆教教非常久了 而且每个学员都非常认真努力的学习 那今天很不容易来我们的地所来展览 那希望大家有空来参加来参观 来感谢我们地所主任 那么认真 而且每一年都会办很多次的展览 让大家来地所 办事的时候不会那么无聊 新店地震主任黄美娟指出 行动一拉 每一季都会展出不同的艺术创作 借此营造优质的洽工环境 也欢迎各级业艺文工作者 可以提出展览申请 我们是一个办公的空间 那我们有特别的空间 让一些艺术家 可以在我们的事务所做相当展出 那就是也可以让同时 让洽工的民众可以欣赏 那希望能提升我们新店地区的 一个艺术体系 行动一拉除了美化了洽工环境 同时也让艺术更生活化 希望民众能够更亲近艺术 丰富心灵 记者陈平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 卫福部预估流感疫情 将从下周起会进入了流行期 而在农历春节的假期前后 会达到高峰 所以在时要呼吁民众 务必要勤洗手注意个人的卫生 如果有类流感的症状 也应该要佩戴口罩 最好是在家里休息 等痊愈之后再去上班上课 来降低病毒传染的机会 受到暖冬影响 今年流感疫情脚步似乎慢了点 不过近几周 类流感门诊与急诊就医人次连续上升 将正式进入流行期 加上再过不久就是农历春节假期 民众难来北往 家人团圆 很容易造成群聚感染 因此疾管署预估 在春节前后流感疫情将达到高峰 从11月开始慢慢增加增加 然后最近是比较多 因为大概是廉价 大家继续在一起 那春节我想是应该要预防 我想也会有一个预波高峰 医师提醒预防流感最好的方式 就是做好个人卫生管理 勤洗手 有呼吸到症状时 务必佩戴口罩 流感都是接触性的产染 就是要多洗手 然后如果有发烧咳嗽 要尽快去隔离 就是到医院去做检验 但目前至少我是知道 客流感疾病管制局是免费供应的 如果大家有这种事 尽量去筛检 确诊以后赶快服用 然后如果有流感的话就要多戴口罩 多洗手 然后最好是居家隔离 由于今年流感疫苗平民出包 导致部分民众尚未施打疫苗 恐怕会造成防疫漏洞 因此疾管署呼吁 施打流感疫苗还是预防流感的最好方式 目前市面上还有公费疫苗 请符合条件的民众尽快接种 记者陈平站门齐新店采访报道 由国际狮子会300B2区第11分区 新店狮子会还有长寿狮子会所主办的 狮子探索技反毒宣导活动 第一场邀请了五峰国中一起来参与 并且在装进高职的精彩表演和短剧演出当中 传达了毒品的危害可怕 并且呼吁学子要勇敢向毒品说不 轰天巨响的战鼓响声气势磅礴 为狮子探索技反毒宣导活动揭开了序幕 象征着坚强的反毒决心 这场由国际狮子会300B2区第11分区 新店狮子会以及长寿狮子会主办 立委罗民财服务处 庄进高职五峰国中新店分局侦察队 携伴的反毒宣导活动 在新店马公公园体育馆内隆重展开 希望借此让年轻学子了解毒品的危害 进而远离毒品 希望未来的主人翁不要吸毒 也给他们小小就养成这个观念 说不可以吸毒 让我们连续学子了解这个毒品 对社会的危害 对自己身体的危害 所以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活动中邀请了在地学校参与 由庄进高职筹划一连串的表演 其中重头戏就是这出反毒宣导短剧 毒不善其声 剧中描述毒品是如何进入校园 以及毒品以何种形式诱惑 让在场的学子能够明白毒品的可怕 透过了生动的短剧演出 在场的武风国中同学们都目不转睛的观看 而剧中也穿插了幽默桥段 让反毒宣导可以更加生活化 藉由这样的方式 希望每一位青少年学子 都能够勇敢的向毒品说不 这个毒品对我们国家 对青少年甚至更小的年纪已经危害到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藉由这个宣导 希望年龄层下降的吸毒的这个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让他们减少 不管说是毒还是烟还是任何的不好的一个不良习惯 藉由活动让他们有一些想法能够做一些感激 新年师子会会长吴宗庆表示 秉持服务社会的精神有鉴于毒品泛滥 使得犯罪率攀升 因此特别结合学校筹办了这次的反毒宣导活动 希望让毒品远离校园 让学子不受毒品危害 校园被毒品渗透的这个严重性 让我们非常的担心也不安 所以我们今天师子会来到校园 然后来透过这个反毒宣导的活动 希望就让学生学习在一些方法 能够巧妙地远离这些毒品 师子探索继反毒宣导活动 预计将举办四场 第一场邀请了武丰国中参加 接下来还会安排达官 文山以及安康国中一起参与 希望反毒正确观念能从小扎根 让年轻学子能够健康快乐地在校园中学习 记者杨宝友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预见新店单元 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全国城市中术国仅存的人工百度 我们马上回来 有限电视新增缴费管道的哦 除了零贵便利商店 农会与申请自动扣桥 现在还可以持装单到台湾大哥的 买奉门师缴费 用户还另想行动门号优惠哦 大兴店陪您看墙片了哦 即日期到12月31号 点选机上和收看买video影片 就有机会抽4K大电视哦 赶快按下遥控器指定键 上万部的影片让您百看不厌 申办专线请恰 fellowshipanbobular29173939 《 células新闻 278-2917-3939》 接著ksam 《ской 《大门蛋》 《大门蛋长门这里的门酒》 一般 二般 很多大门 嘛 你 《纙 zenia yr conserve 风景优美的新殿碧坛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历史悠久的碧坛吊潮了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距离吊潮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个超过百年历史的新殿渡口 这里可是保留着全国硕国仅存的城市人力百度 承着的渡船欣赏碧坛河岸风光 别有一番情趣呢 而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遇见新殿来一趟青州之旅吧 荣荣 我已经告诉你这么多有关碧坛跟碧坛吊潮的历史 那么你知不知道在碧坛吊潮兴建以前 这里的居民是怎么样往来两岸的呢 这个我知道是坐船嘛 爸爸妈妈有带我去坐过哦 哦 所以你也坐过这里的渡船 那么你知不知道这里的渡船 已经在新殿溪上时子多久了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耶 哦 好那我就带你去坐渡船 顺便跟你讲一讲这些渡船的地史跟故事 我最喜欢坐船了 老师我们赶快走吧 好走啊 老师老师 这是我们上次搭船的地方耶 对啊这里就是新殿渡的渡船头啊 你如果要坐渡船呢 就要在这边等船 或者到对面湾坛的渡船头去等船 好那你知道 这个新殿渡的历史有多久呢 其实新殿西上的渡船头的历史 是从清朝的光绪七年 也就是西元的1881年开始的 不管你是要到植坛啊 湾坛啊 涂坛啊或者是到对面的安坑 你都是要坐渡船 因为那个时候路上交通不发达 所以渡船在当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荣蓉 那搭渡船可是要付船支的哦 你知道坐一次船要多少钱吗 嗯我不知道耶 哦上次爸爸带你来是爸爸付钱 对不对 嗯 我告诉你小朋友坐一次船10块 大人20块 但是如果你有涉及在湾坛 就是湾坛的居民就是免费 老师老师我们赶快来搭船吧 好啊 可是呢你要先服务一下哦 那里有那个坐船铃 你要去按电铃 你要去按电铃 那里有那个坐船铃 你要去按电铃 广星度啦广星度啦 一共有九个哦 可是后来呢 清寒宴以上被划为特定的水源保护区就禁止划船 再加上路上的交通越来越发达 大家都改搭车 不坐船了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新店渡 现在这个新店渡呢 也就是我们台湾唯一用人力百度的渡船头 你说它是不是很宝贵啊 真的很需要耶 是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护 保护这个硕果仅存的资产 请接着我们来看看 布米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1月1日起按下买Video会计键 进入机上和买Video 即可抽三星手机 Sony耳机等好礼 收看影片加码再抽 校普50寸4K大电视 详情可加买Video官网 上网看电视就要精打细算 现在申办精神方案 每月只要899元起 再加码赠送超商礼券 详情请洽291起3939 截日起大新店有线电视收视户 可持有线电视账单 致台湾大客大买份门市缴费 用户另想行动门号优惠 新店驱公所108年2月15日 下午7点起以及2月16日 上午10点起 在一楼大厅发放 2019新北市元宵民俗小提灯 欢迎民众所取 安庚轻轨工程 自107年12月28日起 至108年3月31日止 在新店区安一路二段 与安中路口 进行轻轨工程 将调整道路路行 请用路人注意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都可以前往大新店 有线电视的官网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 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